這隻手就在這個位置打 不能夠說 我的手 當我攻擊 我不會走從這裡到這裡 我只會走從這裡 我的手在這裡打 他的手怎樣超過呢 其實最好方法就是把手綁起來 最適合的方法 最適合的方法 我們再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組一下拍手 一拍手的手就在這裡打 他呢 就在這裡燒 都是走一條直線的 所以他都會走一條直線的 我們再做一條 這個手在這裡 你穿呢 是直接燒的 所以他都在同線 好 又舉一個例子 譬如我按按著他 一打的時候 他的手呢 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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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防手又是 他防手又是要走一條很直的線 我們呢 就要將 兩點距離最短的原理 和我們的腰馬 When you are good at that then you combine with your 腰馬 配合腰馬的運用 有什麼好處呢 What is the good thing about a 腰馬 第一個 當我們這樣拍手 打掌 和我們 啪 這樣打掌的時間 配合腰馬的時間 那個速度和那個力量 是大很多的 我們要明白 是否會更快 對嗎 我要明白 是否會更快 我們要明白 借助腰馬第一 令到我們的手 如果你們跟你的腰馬 你的速度會更快 另一個叫做腰馬有什麼好呢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我這隻手能打到牠的 如果我能打到牠的 她一樣能打到我 她能打到我 如果我們貼手 其實我一拍牠打 牠就打到牠可以打到我 但是如果我們借著腰馬 牠未必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我舉個例子 牠會打到牠的時間 牠會打到牠的手 所以 運用腰馬的時間 不單止加大了手法的速度 還要避開對方 另一隻手要攻擊牠們的效果 所以我希望各位 我知道你們師傅教你們翻手的雲融 已經雲融得很好 所以 我知道你們師傅教你們翻手的雲融 已經翻手了 其實在練習 翻手和練習 腰馬的雲融 真是有一套 我們平時經常要練習的時間 我們要求自己用兩隻手去控制對方的雲融 令對方的雲融 打我們不能打 所以我兩隻手要什麼時間呢 牠的雲融 打我們不打 這隻手要什麼時間呢 牠的雲融 打我的雲融 打我的雲融 如果牠的雲融 打我們的雲融 打我們的雲融 可以轉過來這邊 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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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撻 這個時間呢 我們運用腰馬 牠一樣運用腰馬 在使用腰馬的過程裏面 我們可以將這個 銘索 大家經常用 這是我們認為練習的腰馬和手法是一個練習的方法 另一個我們說翻打的練習 當我們只要接觸到對方兩隻手 只要接觸對方兩隻手的時間 任何時間都要希望自己做到一個立手的練習 即是例如這樣的時間 立手的練習 你必須要消耗 這樣的時間要做到 跟著做到一個所謂的立手的運動 我們練四個動作 第一個是立打 立打 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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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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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這個刻是木人樁第二次 第二次 啪啪 這樣 只要我們運用的腰馬運用好,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運用 所以我們可以做很多技術, 使用我們的腰馬運用來練習 我想問各位, 我剛才所講的這種手法 明不明白我所講的什麼 你會想問, 你知道我們所講的技術嗎? 那我就希望各位呢 四下手呢, 拿手發手, 發, 拿打, 拍, 按打,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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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就要一心想,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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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其實如果你熟了四下手, 你隨時可以在貼手裡面運用 如果您可以做這四下手, 你會用到貼手 你用到貼手這樣, 開希容 很好 好 拍 Ok thank you I want everybody to practice I want everybody to practice 榜首 錶和錶 我們要先把手放在這裡 保守的手放在這裡 要不要拍攝 OK OK 謝謝 請我們自己練習 要先把手放在這裡 我們就把手放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